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儿有人订水果了吗 你没事吧 我讨厌这份工作 整天没完没了的搬水果 我讨厌他搬运工 那你为什么不做点别的呢 可我能做什么呢 你叫什么 星巴达 是吗 我倒是认识一个跟你同名的人 他也像我这么没出心吗 不 他是一位很富有的商人 但他一开始也很穷 是吗 所以他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 于是就开始寻求发家致富的方法 那后来呢 你真的想知道 一会儿会讲到怪物 猛兽 还有可怕的地方 快讲 快讲 好吧 星巴达和船员们一起出海去寻找宝藏 好 我觉得您的望远镜好像拿反了 先生 那是因为你站得离我太远了 你来得还真快 你看那里 一座小岛 一座小岛 我发现了一座小岛 你觉得怎么样打呢 我叫迪娜 先生 随便了 我们还是去帮帮他吧 太壮观了 但是我很担心 这里不像是一座小岛 我们还是快点回船上去吧 不可能 你瞧 地面这么坚硬多了 我叫迪娜 这不重要 开始挖宝藏吧 快怎么了 快点挖 什么 从这开始 这也不算太早 简直不敢相信 他把整座岛都吞了 他的身体就是那座岛 都是你带我们来这儿的 不过别担心 我会带你们离开的 最后 张嘴 我们完了 天呐 没想到我会再次被困在海怪的肚子里 看招 看招 这样不会惹怒他吗 他能怎么样 吃了我们 我想到了一个主意 不如我们引他发笑 也许他会把我们喷出去 好吧 值得一试 有个病人去看医生头上顶着一只鸭子 不 得像这样 医生抬头看了看他 你怎么了 鸭子说我一走醒过来这玩意就粘在我的屁股上了 成功了 我太棒了 但现在我们要怎么离开这座岛呢 很简单 有个病人去看医生头上顶着一只鸭子 不行不行 不如我们向日出的方向跑 那边肯定是东方 那边到底是不是东方 这可不好说 说不定这盏灯可以帮到我们 别犯傻了 我们要灯干什么 这又不黑 可以 这个倒是可以用 你们看那只大鸟 那是大鹏 我很确定那是一只鸟 没错 那是大鹏鸟 这我知道的 是迪娜 随便了 快看我们脚下是什么 讲点卫生 大鹏鸟 不 是那个 钻石 谢谢你 大鹏鸟 钻石不是大鹏鸟带来的 管它是从哪儿来的 我们发财了 怎么了 我鼻子上有什么东西吗 我背后有什么东西吗 可我鼻子上很干净 你们快看 它像叼虫子一样把那条蛇给叼走了 我的计划成功了 什么计划 在两个袖口上刺绣很漂亮对吧 现在别管这个了 我们得找个山洞躲起来 不 不 你是想说好吧 不 我是说不 你确定吗 确定 确定是好还是不呢 在山洞里遇到大蛇的可能性比这里高得多 他们为了躲避大鹏鸟就会钻进山洞 什么山洞 就是你想让我们进的那个山洞 对啊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反正我不想进什么山洞 好吧 那你就一个人待着 不过没了我的保护 你很快就会没命的 一会儿 你肯定会回来找我 正应该拿那盏灯的 我还是决定来保护你 什么声音 大鹏鸟 是你的肚子 你一定是饿了 没错 现在我真的想来一份大肉牌 天生 掉入牌了 不会吧 是巴图塔钻石商人故意从山顶往下扔大象肉 什么 道理很简单 他们把肉扔下来让肉上沾满钻石 大鹏鸟飞下来 叼起沾着钻石的肉带回窝里 然后商人再把大鹏鸟吓走 这样就可以拿到钻石了 简直不敢相信 你居然说对了 星巴达 这可是你这辈子第一次说对 我知道 我也很害怕 没关系 这倒让我想了个主意 把你的头巾给我 你要干嘛 抓紧了 为什么 他来了 你没事吧 你应该不害怕鸟对不对 对 那我恐高 真是太棒了 我就知道会成功的 上当了吧 大鹏鸟 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 我们成功了 我们自由了 有什么东西在我背后 对吗 怎么 그런东西 我被你做的 你把钻石给我来拿 这事好险 那还用说 我差点就把钻石给弄丢了 发财了 得理了 别呢 随便吧 就这样 那个星巴达变成了一位富有的商人 你也可以做到 只要你下定决心去努力 真的吗 最重要的就是恒心 还有决心 还有坚持 还有一大块能把你整个人卷起来拿去喂大鸟的肉排 记住 要迟迟以后 好的 可是桑露卓 那条飞毯后来怎么样了 我挺喜欢那段的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萨曼 不过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不过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竖宝吧 分享